為了減輕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壓力 蓋儀器登記照顧管理中心 181年推出蓋儀器微笑商店地圖 提供家庭照顧者及其含關懷的穿濕空間 在業者的日程享用之下 微笑商店的收容 對9年的24間增加到43間 商店的形態也更大到美容 養人和滷油業頂頂 家庭照顧者的微笑商店 從去年1.0是有24家 今年我們再提升到43家 特別要感謝很多的店家大家的想意 蓋儀器家庭照顧者微笑商店生立一周年 蓋儀器市長王明輝 日程特別前往微笑商店鼓勵家庭照顧者 因為登記照顧初來還價 對家庭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壓力 現在有越來越多點多 家業微笑商店的行列 讓家庭的心情放輕鬆 減輕照顧還價的壓力 那照顧者呢 一般我們會用長照的體系 我們會有長照的這些單位啊 照顧員在照顧 可是實際上呢 在我們的社會還有很大一部分 是自己的家人 在照顧自己的家人 之前就是都只能去 森林仔或麥當勞 但自從去年得知有家庭照顧者 微笑商店之後 哇我的喘息的口袋名單又增多了 經濟統計家庭照顧者 平均一天要照顧11點離休息 嘉義市政府為新叫 為了鼓勵家庭照顧者 驚出照顧環境 特別推出幾點瓦東 照顧者只要到微笑商店 消費累積13點 就能來領100元消費購 消費購可以在聯合一間微笑商店來輸用 記者救贖性 裁縫博德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